美国国税局表示,已经发现许多电话诈骗手法,例如受害者会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回电就会发出逮捕令,或者采取其他口头威胁,包括将派执法部门介入,将会被驱逐出境或吊销公司执照等。 美国国税局分析,犯罪分子通常会伪造或假冒来电号码,时期显示出是来自全美任何地方的号码,包括国税局办公室,一届次阻止纳税人验证真实的电话号码。 另外,欺杀人还会假扮当地治安办公室、州机动车辆部门、联邦机构与其他机构,借此来诈骗纳税人该来电是合法的。 美国国税局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指点要求使用特定付款方式,要纳税人领及付款,也不会威胁纳税人要立即派出当地警察或其他执法机构逮捕未缴税的纳税人。 此外,国税局也不会在不给纳税人机会、质询或对其欠下的金额进行上诉的情况下就要求补税,或直接在电话上索要、信用卡或借接卡号码。 美国国税局呼吁纳税人,如果没有欠税或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欠税,就不要泄露任何身份信息,并且应该立即挂断电话,并将来电显示和回拨号码向国税局举报。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美国国税局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